什么事啊 小月 其实 我 我 你喝酒了 我明白她对你的心意 但是她给不了你完整的幸福 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们沈家世世代代守护公寿家族 我希望到了我这一代 我也有同样的机会守护你 沈大哥 谢谢你 其实 我今晚来 也是想借此机会跟你说清楚 虽然 慕绝尘他有无数的缺点 也不像你一样 成熟 稳重 可是我已经下定决心 此生 要么和他在一起 要么就一个人自由自在的 不会再有第三种选择了 少庄主 怎么样 是不是小宇胭脂粉袋 准备来向我告白了呢 小笛子确实是胭脂粉袋 不过 是去找沈明修 胭脂粉袋也会沈明修 你确定 我亲眼所见 我找小语 分个明白 少庄主 你先别抽筹 现阶段 最重要的是稳住 这肯定是小笛子的战术 先让你患得患失 再让你心态失后 没错 这个时候 我不能上当 我应该 稳如泰山 暗兵不动 没错 属下建议少庄主你 给小笛子写一封情书 写情书 那我岂不是输了 这怎么能叫输了呢 这叫做幼笛失诱 第一 以小笛子的性格 他肯定不会把这封情书 公之于众 第二 是为了让他彻底地放松警惕 少庄主你 在趁机相约 制造一场完美的约会 把气氛 烘托到最高点的时候 少庄主你 便什么也不说了 这个时候 他肯定会主动地向你表白心意的 以我的文采 写情书实乃大才小用 抱点天物 但为了一战功成 我只好去才 写一封情书 竟敢盛装俱见沈明修 还好本少庄主 齐高一招 小语 希望这份殊荣 不要让你太过骄傲